病人趁医生不注意 进一口啃了上去 吓得萧恩直接一个弹射 就差喊人抓色狼了 很显然 这个肤白貌美的女人 还不清楚自己摊上大事了 原来就在今早 女人和她的丈夫出了车祸 丈夫只是脱酒 萧恩随手一掰就治好了 但女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医生检查后发现 女人的腹腔有大出血 必须立刻动手术缝合 但就在众人剖开肚子后 却惊讶地发现 女人居然怀孕了 两个月大 恰好因为车祸流产 所以情况才会如此严重 于是萧恩找到女人的丈夫 把孩子不信事事的消息 告诉了对方 但男人一听更懵了 傻孩子 原来她早就结杂了十年 生儿育女只能说是有心无力 那还能咋解释 这孩子只能是 青青草原送来的呗 男人还在嘴硬 表示自己相信妻子 当面质问 妻子也信誓旦旦表示 她贴好人 不可能背叛 结果一转头 萧恩去例行检查的功夫 女人就把脸贴了上去 萧恩也傻了 吓得从病房赶紧逃了出去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丈夫耳中 她气势汹汹来到病床前 问女人自己是不是肺痒痒 女人还想狡辩 可男人来之前查过家庭账户 发现里面的存款竟不易而非 她不得不怀疑 是女人在外面养小鲜肉啊 女人明白事情暴露 之后支支吾吾地表示 她真的是控制不住啊 男人不想听她在胡说八道 失望地离开 但就在这时 萧恩忽然发现 女人的右手竟不受控制但起 她沿着手臂看向女人的大脑 并高兴地得出结论 她这是得了脑瘤啊 恐怕是瘤子压迫了中枢神经 导致女人不受控制 做出了奇怪的决动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萧恩给女人核词共振后 片子显示女人的大脑一切正常 难道萧恩的判断错了 其实女人的行为都是自愿的吗 这简直能震撼萧恩一整年 萧恩把结果告诉了女人 女人也忠于坦白 也许大概可能 确实是她某个客户的问题 萧恩只能沉默着转身离开 可这时同事克莱尔却发现了端倪 她把平板递到女人面前 让她试着画一个钟 结果令人诧异 因为这表只有一变 所以女人的脑子确实有点问题 进一步检查后发现 女人确实有瘤 但是长在了胸口 瘤子的蛋白质会通过血管进入大脑 压迫女人的右侧顶叶皮层 导致女人一旦有大胆的想法 就会立马去做 至于他们家的存款哪去了 女人表示自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其实差不多已经打算原谅她了 但她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女人大打了多少次 女人大脑离数了半天 4.5次 男人愣是没想明白这.5是哪来的 咬牙切齿地离开了病房 很快萧恩为女人切除了肿瘤 现在的她终于能够抑制自己的冲动 见到小鲜肉 也没有了世俗的欲望 她健康了 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女人的丈夫又回到了病房 虽然被女人背叛了10次甚至9次 但她最后还是选择原谅了她 毕竟都是疾病惹的祸 而日子还得相互扶持过下去 总之男人高兴就好 男孩从3岁开始 就被父亲家暴 额头上留下了个深坑 以前受的伤 婷婷就过去了 但这次都来找肖恩了 那恐怕就有点危险了 经检查后发现 男孩的眉骨骨折 肺部有严重挫伤 打完麻醉后 肖恩需要在男孩胸侧切一个小口 插管以便肺腹张 之后会给她做核磁共振 再由浦医生给她做手术修复骨折 如果可以的话 还能顺手把她脑袋上的坑给填了 但此话一出 肖恩就否则了提议 因为这坑由来已久 不仅修复困难 而且不是致命伤 所以没必要浪费医疗资源 肖恩这孩子从小就情商高 聊聊几句就掐断了男孩的念想 和此共振过程中 老普一或肖恩难道不会同情男孩吗 肖恩表示 有一说一确实 肖恩看着片子 发现男孩终于小病变大病了 她都未穿过了隔肌的裂缝 跑到了胸腔 必须马上动手术进行修复 手术过程中 老普还在惦记着给男孩填坑 但是很难得的 平时对待病人颇具同情心的利物 竟然赞同了肖恩的观点 可在一抬头 原来是新院长来视察了 所以才说出了这样的漂亮话 修复完隔肌 接下来就到男孩眉骨的伤了 医生先往里面塞入高密度 据以希望 以便纤维血管生长 和病人的组织结合 做到一半 肖恩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给男孩脑袋上的坑 做一个龙胸手术 众人都疑惑肖恩为什么改主意了 肖恩表示 现在做成本风险都是最低的 只要往口子里塞硅胶就好 不需要额外的手术 方法很棒 可就在他们 给男孩植入硅胶后 他的心率却开始急剧变化 原来是植入物压迫 导致他的眼球后冲血 都是惊艳老道的医师 紧急进行抢救 说什么都要给男孩拉回来 结果男孩很幸运 不仅抢救了回来 坑也被填好了 男孩表示非常感谢肖恩 但肖恩想想都后爬 还是主动认错 把男孩差点被害死的事实说了出来 肖恩离开病房 老普紧随其后 因为老普也意识到 其实肖恩并不是不关心病人 只是他总是处于一个理性的角度 说着他拿出一包止痛药 那是医院开给男孩的 但是男孩却一颗没吃 而这是一种成瘾性药物 想必男孩和把他揍进医院的人 都是为了这个 一言必知 肖恩的手术 填的不仅是头上的坑 更是男孩的未来的坑 男人脑门上扎着一根钉子 但他却只是觉得有点痒 难不成这人没有脑子吗 医生只能抬出一气给他拍片 好消息 钉子刚好擦过头 只需轻轻一揪 好了你可以出院了 坏消息 麻烦接一下医疗费 250美金 男人的弟弟感觉这波属是血亏 就差骂娘了 殊不知我们的主角肖恩 正在一旁看着他们 果然下一秒 男人的突然感觉胸口巨痛 监视器上血压开始急剧下降 肖恩检查后发现 男人尾龙骨也有一丁 而且都躺了好一会儿 早就完全扎进肉里去了 必须开刀才能取出来 手术室里 钉子虽然很快就被取了出来 但钉子已经刺伤了一个肾脏 而且伤口很大 缝是不可能缝好的 只能把它给摘了 反正人有两个肾 留一个也能活 但这时肖恩却注意到 男人的另一个肾怎么都找不到 难不成摘了去买苹果了吗 无论是与否 总之男人现在的这个肾 可是万万摘不得了 而要想救活男人 唯有找人进行移植 可时间紧迫 到哪里去找匹配的肾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男人的弟弟进行移植 于是肖恩把移植的风险 一一告诉了面前的光头弟 包括但不限于大出血 感染 甚至是留下终身后遗症 此话一出 那这移植协议该签还是不签啊 光头弟觉得白白签了有点亏 把钱全给自己 他这哪是一点点代价 这是要了他哥的命 原来这是父亲留给男人的遗产 光头弟寄予已久 这回给他找到机会了 可男人说什么也不打算让他咬上一口 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可是男人在倔强 他的肾也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肖恩这个大直男 也建议他把公司卖了 总比没命要好 但男人坚持自己的想法 突然他感觉手臂生疼 肖恩上前检查 顿时鲜血喷涌而出 显然男人的情况更加糟糕了 当务之急是为他找到匹配的神 就连肖恩这个自闭症 也不得不亲自上阵 调解光头弟和他哥的矛盾 从光头弟口中 肖恩又得知了另一道真相 原来两兄弟的父亲 一直把他哥当工具人 但在童年滤镜加持下 他却把这当成是父亲的激励 光头弟早就看穿了这点 这才希望哥哥能从此脱身 肖恩的想法很直接 有些话不说出来 谁懂你啊 哥这矫情这矫情呢 何必呢 光头弟也被肖恩的话点醒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 公司情况每况愈下 迟早会拖垮他 不如赶快出手 寻找下一个风口 光头弟的话 也许没办法第一时间劝服哥哥 但把心底话说完后 光头弟还是义无反顾地 签下了一支协议 两兄弟哪有隔夜筹 最终移植非常顺利 冒险打了腰子的光头弟 被肖恩推到了他哥的病房 两兄弟还是一副臭脸 但是得知是弟弟救了自己 哥哥还是送出了真挚的感谢